这个世界简直是设处的乌托邦 80块是两个月的饮食费 4000块就能买个1000平的大house 在这里不用考虑房贷和车贷 甚至不用收税 就有源源不断的资源等着享用 前提是愿意将自己缩小为13厘米 这项技术发明于挪威的科学家乔根博士 本意是为了解决人口过剩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 但对于像保罗这样的打工人来说 简直就是福音 保罗与我们大多数人一样 每天朝九晚五地上下班 除了要担心账户上的余额 还得照顾年迈多病的母亲 越是底层的人越能知晓底层人的痛楚 曾作为职业治疗师的保罗 工作之余都会帮助同事 恢复长期机械活动带来的损伤 而且他还是一个好丈夫 面对妻子在工作上的吐槽都会侧耳倾听 按摩帮助缓解妻子一天的劳累 但保罗救人却不能救济 他是多么想与妻子生活在一个舒服的房子之中 拥有体面与悠闲的生活 可经济的压力不得不让保罗对生活不断低头 即使是妻子十分重义的房子 仅凭他们俩人也无法承担 保罗常常在夜里夺步于床前 看着熟睡的妻子 时常感到作为一个男人的无能为力 直到一天 保罗参加了一场同学聚会 事情才出现转机 他在同学聚会上惊讶地发现 以前的室友竟变成了缩小人 不仅还清了赌债 还能享受到微型社区无微不至的福利 不管是医疗还是住宅 通通都是富人级别的 是保罗这样的人一辈子不可能拥有的 而且自己现在所拥有的财富 缩小后都会变成现在的几十倍 这下可把保罗与妻子都说动了心 俩人一番商量与考察 也下定决心变成缩小人 保罗与妻子分别与同事朋友家人挥泪告别 面对着陷入惊恐无遗物 住了几十年的老房子 夫妻俩人相视无言 即使知道未来会有美好的生活等着他们 但当下真让他们做下改变的选择 心中依然还是恋恋不舍过去的人事物 转眼改变命运的一天终于到来 夫妻二人来到了研究所 在处理完一切术前事宜之后 俩人相拥告别分别进入了不同的大厅 保罗与一众人员被护士剃光了毛发 将口腔中种植过带有金属的假牙拔出 以防人类缩小后被无法变小的金属爆头 一切准备就绪 所有人被关进了实验舱 随着工作人员将开关拉下 不到一会儿 一个一个光着身子 只有手指大小的人就诞生了 五个小时之后 保罗缓缓从昏迷中醒了过来 第一件事就是向护士询问妻子的状况 可只等来妻子的一通电话 原来妻子因为无法抛下自己的朋友与家人 刚剃完了头发和半截眉毛就中途放弃了 而此刻的保罗只感觉天旋地转 根本无法抑制自己愤怒的情绪 对着电话那头的妻子大声吼叫 但也无法改变妻子选择离保罗而去的决心 一年之后 俩人也正式离婚 保罗也被感觉忘 日子过得暗淡无光 每晚在空荡的房子里借酒消愁 即使坐拥豪宅也毫无意义 在室友的建议下 保罗与单身母亲开始约会 试图用新的关系来削减过去的伤痛 但俩人的谈话却只是有开头没结尾 东一句西一句地尬聊着 甚至临走之前还被送了好人卡 落寞至极的保罗想起这几天刚搬来的新邻居老度 他是一个将正常人类世界的奢侈品走私到微型社区 卖给穷人的商人 每天晚上都邀请一票好友夜夜升歌好不快活 保罗耐不住心中的孤独捧着没有送出的大玫瑰 上门拜访这位潇洒的新邻居 显然老度对于自己底下邻居的拜访感到很是欢迎 甚至将保罗介绍给自己的好友老船长 并要求保罗留下来好好放松一下 保罗站在随着音乐不断摇曳的人群中间 在霓虹灯光不断地照耀下 显得是那么的手足无措 一个人孤独许久 突然面对这样狂欢的氛围 难免会顿感不安 这是一个吉普赛女子向前向保罗搭讪 示意保罗吃下去 保罗心里清楚这东西是什么 但现在的他也什么都不管了 快乐最重要 当即就和女子蛇吻在一起 经历了迷幻的一夜 等再次醒来已经是日上三竿 恍惚间从眼缝中看到一个亚裔女人 一瘸一拐地走进屋里清理垃圾 这是保罗想起之前看过的新闻 她名叫小兰 是从越南准备偷渡到美国的非法移民 之前因为抗议政府为修水坝强拆村庄的刑警 在监狱中被迫缩小了身体 但却因为过程感染小腿 惨遭截肢 现在只能靠着给妇人清洁房屋 才够勉强生活 得知小兰悲惨遭遇的保罗 同情心开始泛滥 作为职业治疗师的本能 保罗看得出小兰因为不合适的甲值 膝盖和臀部遭受了太多的负担与损害 建议她进行一些恢复训练 但小兰却另有所思 强行拿着她去给自己的一个朋友看病 架不住小兰的执着 即使不是真正医生的保罗 还是无奈跟了过去 一路上他们周转了各种交通工具 直到公交车开到了社区的最角落 保罗这才惊讶地发现 即使是向外界宣传的乌托邦 实际上还依然存在贫民窟 他们没有富人的豪宅 只能住在如城中村一样破旧的隔间当中 保罗自己曾经也是底层 但至少还有点积蓄 变为缩小人之后依然还算活得富足 可这里之前比他还穷的人 缩小之后依然地过着不见光明的日子 保罗来到小兰的房中 看到了他病重的朋友 保罗表示这并不是我的专业方向 可还是硬着头皮给他吃了几颗纸腾片 随后保罗为了让小兰身体恢复正常 开始帮他修理起了甲值 可没动俩下 甲值就被弄得支离破碎 零件乱窜 保罗意识到自己搞砸了 但做好一条新甲值至少得一个月 小兰对着保罗骂骂咧咧 要求保罗在自己的新甲值摸到货前 都得骑着他让他代替自己上班 老好人的保罗十分无奈 只好负责小兰生活的方方面面 也得一块陪着 这样的生活一直延续了俩周 老杜看着上门给自己打扫房屋的保罗笑出了声 保罗表示这段时间 自己对小兰又当爹又当妈的 简直快要发疯了 看着邻居如此痛苦 老杜决定帮他一把 伙同自己老有船长打算给小兰设个局 谎称他们收到挪威那边微型社区的请求 给那里带一大批货物 但现在他的人手不够 需要拉上保罗一同前往挪威 小兰听完没有丝毫犹豫就决定一同前往 老杜连忙挥手拒绝 说他在这边还有工作与社区服务的完成 但小兰十分轻松地表示 自己的同事能给自己代办 最重要的是 自己曾多次受挪威那边的信件邀请 来信者不是别人 正式发明缩小技术的乔根博士 他对于小兰因为自己技术而遭受的苦难 而深感抱歉 讲到情深处 小兰不禁落下了眼泪 见这番情景 保罗三人面面相去 也不好意思再多做拒绝 几人就这样 踏上了前往挪威的旅程 一路上 山清水秀 清风拂面 好一番惬意的时光 可一天晚上保罗在睡梦中 被甲板上的动静给惊醒 透过窗户一看 俩个人乘坐着小船登了上来 等到第二天一早 保罗惊奇地发现 昨晚那俩人居然是乔根夫妇 但能从他俩忧愁的脸上看出 似乎发生了什么不得了的事情 很快博士也向众人传递了这个消息 原来南极发生了甲烷泄漏 来着世界各地最顶尖的科学家 经过数轮的模型计算 得出一个统一的结论 人类必将面临因环境破坏空气污染 造成的世界末日 即使他们计划怎样的努力 都无法避免这场灭顶之灾 得知这个消息的众人 并没有过多的恐慌 保罗与小兰站在昏暗的甲板上 望着死寂的湖面 很快就接受了人类要灭亡的命运 但作为普通人的他们又能怎样 看着小兰蹒跚的脚步 保罗打算给小兰再检查一下小腿 在狭小的房间中 保罗十分温柔地给小兰进行按摩 经过这么多天 形影不离地相伴 小兰对保罗的感情 似乎不再那么简单 眼神中也开始 含情默默逐渐迷离起来 保罗察觉到小兰的表情 也抑制不住自己的内心 与她一起共赴乌山 天亮之后 船只也抵达了挪威社区 乘坐着马车 他们一路感受着 最自然的景观与生态 数次被眼前的壮丽风景给震撼 要是世间所有的纯真 都保留在此该多好 保罗一行人 收到了村民热烈的接待 连村长都上去拥抱众人 还邀请他们去参加 自己的一项大工程 原来村长早就带人 修缮了一处地下基地 里面资源自给自足 不仅物种丰富 能源来自地热 坚硬的外壳也足以保障 缩小人几时带人的安全与生存 等几千年过后 足以等外界的环境自我进化 那是人类的后代 在返回地面生存 明天村长与博士 就会带着村民进入地底世界 得知这一消息的保罗欣喜若狂 这简直是延续人类文明的唯一方式 他希望小兰与自己一样加入他们 为了整个人类文明 可小兰与老杜等人 却认为这是一个疯狂的举动 这样的计划 根本无法确实保障人类文明幸存 无论他们怎样的劝阻 都不能改变保罗的主意 等到了送别的那天 保罗与众人一一告别 小兰向他送出了自己的圣经 那是他的信仰和执念 希望保罗能将这份信念一同带到地下 即使保罗对大家依不舍可忠 还是踏上了最后一步 在通往地底的通道中 保罗回忆起过去的种种过往 仗义的老度 侃侃而谈的船长 贫民窟里其乐融融的大家 还有夕阳下与自己相视无言的小兰 此刻保罗与自己前妻一样 放弃了这个改变命运的机会 她无所顾忌地跑回外面 选择当下她最爱的亲人们 保罗与小兰热情相拥 对她说出了久违的三个字 比起心系整个世界 现在关心我们身边实实在在的人 才更能让我们普通人 更直观地感受生活 只要是与自己在乎的人在一起 哪怕面对世界末日 也毫不畏惧